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梦军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霹雳球 通常的玩法就是把两颗霹雳球握在手里面摩擦 这两颗球的摩擦就会产生类似于鞭炮的爆炸声 如果是在晚上的话还可以看见火光 买了50颗 全款 这里有几个包装都破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霹雳球 一般是一颗红色配一颗蓝色 蓝色还是绿色 我们先来玩一下这个霹雳球 只要让它们两个撞击摩擦 就会发生这种啪啪的声响 而且这个声响还会伴随着一股非常刺别的烟雾 这个味道就很像那个火药味 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两个球放在手里轻轻的揉搓 它也可以发出这种啪啪的爆炸声 而且这个烟雾看得更加的清晰了 好了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霹雳球的原理 这种霹雳球啊 它表面涂了一些绿化钾 玻璃粉和一些粘合剂 这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 所以每次的摩擦产生的啪啪声和烟雾 其实就是一次威力非常小的爆炸 那么今天咱们就要用这50颗霹雳球搞事情 我的质量是这样的 咱们用保鲜膜把这50颗霹雳球裹起来 裹得越紧越好 最后把这50颗霹雳球裹成一个超大的霹雳球 然后我们将这个超大霹雳球 从一个将近10米的高空扔向一个水泥地面 当这个超大霹雳球接触到水泥地面的时候 重力加速度会给它一个非常大的摩擦力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会不会有一些非常壮观的画面呢 好吧 这个实验非常的危险 这么危险的事情只能够我来做 大家任何人都不能做 你们只有看的份 挺无模仿啊 50颗霹雳球啊 放在我小时候 足够我当一个星期的孩子我了吗 好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状态 虽然不是很圆 但是裹得非常的紧 里面这些霹雳球非常的稳固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阳台上从三楼的高度把它扔向水泥地面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再说一遍 请勿模仿啊 3 2 1 这个结局也挺好的 至少不会耐骂了 3 3 4 4 5 4 6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